肝开窍于目出现这几种情况 可能是你的肝在报警 发言到养肝就是养命 其实一点都没有错 肝瞩目肝虽然还是哑巴器官 但是肝出问题还是有一丝 足齿马迹可循的 而肝与眼的关系非常密切 一旦肝脏出现问题 眼睛会有明显的信号 第一眼红有血丝肝火旺盛 中医讲肝开窍于目 很多人熬夜后眼睛的血丝非常多 但如果一段时间内既没有熬夜 也没有喝酒 无端出现眼睛红血丝非常多的现象 多半说明铁类肝火过旺 第二眼睛干涩 眼疲劳肝阴亏虚 肝开窍于目肝脏平时提供血液 以及阴晶来滋养我们的眼睛 一旦肝出现问题 就会导致分泌的阴晶减少 眼睛自然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 从而出现眼睛干涩的现象 第三 淡起来眼前发黑肝血不足 如果突然站起来眼前一片漆黑 这都是肝血不足的一个征兆 肝负责储存血液 并且调节我们全身的血量 但肝血不足 突然站立起来 血液不能够及时供应到我们的头部 就会导致我们眼前发黑 最后眼睛发黄 肝胆时热 眼睛发黄主要是说我们的拱膜发黄 它是诊断黄胆的重要依据 黄胆都是由湿热肋结肝胆 胆汁不寻肠道 随着肝筋 上犯到眼睛所致 这有点咖喽 放在哈喽 源